欢迎进入原生营养QQ星 最强大脑 燃烧吧大脑 第十季 欢迎来到原生营养QQ星 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 第十季 有请主持人 江昌剑 中国的最强大脑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 我们要让科学 好 原生营养QQ星脑力冲顶第一名 本节目由高品质的儿童牛奶大品牌 QQ星独家冠名播出 麒麟今天这个服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们这个赛制就越来越激烈了 这象征着我内心也一样火热 的确 从上一场就很激烈了 上一场我们有十二位 获得荣誉勋章的选手 在盛典之中赛当中 跟我们脑王一起 来去争取 盛典之通的名额 笑到最后的是 我们的石明逊 坐的那个位置 原来是脑王坐的 我们两位老王 再也不坐在那个位置 而是回到了普通的 选手区的位置 跟我们的新秀们 一起来争夺 直通盛典剩下来的七个名额 所以我想问一下 朱慧宇什么想法 只要比赛的时候 上面有我的位置就行 现在坐哪儿不重要 哎呀 喜欢这句话啊 好嘞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宇鹏 坐在那边什么想法 这边人都挺热闹的 我觉得 她在脑王的位置上 她那个发型啊 明显是实力派 回到了选手 就变成偶像派 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爱吃完了 还有宇宙不同的 申舞节 申舞节你今天的服装 也有一点变化是吗 是的 过去的服装 印着两个非常大的字 优秀 现在的服装印的什么 有吗 深藏不露 有 深藏不露 这两个字 你要把什么东西藏起来 告诉我 没什么东西藏起来 就是 就总感觉还是那什么 还是就是到了新阶段 就快换一下吧 哦 我想问一下 你人生这么一路走来 每次到了新阶段 你服装都会调一下是吗 不一定吧 不一定 你小生初的时候调过吗 换校服了 哈哈哈哈 好回答 好 那我们希望你身肠要露知道吧 是的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越战越勇好不好 好的 来 掌声给我们声鼓杰 现在我们还有一位服装 有点意思的 龙开远 哎呦 龙开远 你这个先锋道路 你好像从N个世纪穿越过来的 没有战了 没有战了 哎呦 回答我的话都是N个世纪之前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个服装意味着什么 还是人生得意 对习近欢 从此一遭乐此不疲吧 就是及时行乐 我觉得穿套衣服开心为主 我还是蛮喜欢的 啊 反正要是我同台比赛 要是有罗开远这样服装的朋友 就对我是极大的干扰 是吧 我 对我老小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暗器 给我 他扇子一打开一个什么梨花针 哈哈 好 雨萱 前面几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的自信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你对自己的预期是 呃 我希望 每一场比赛我都可以上场 如果说还像上次那样 只要有实力就可以上场的话 我希望接下来的比赛每一场都有我 哎呦 好 哇 哇 不愧是我 蛮无聊的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是极限入围赛 请开围赛 一朝天双响 荣耀难久存 本赛段 出一位直通脑王盛典的选手伴 所有新秀和脑王将一同进入极限入围赛 争夺入围第十季脑王盛典的资格 首先在四场上位区名额赛中 所有带定区选手将全部参赛 拥先争夺上位区的七席名额 每场比赛将伴随防守晋级和末尾淘汰 千军一发 谁能逃出升天 想赢就要硬碰硬 为什么难就从我们开始害怕了 你会让我来 你要全力以赴 我也要全力以赴 你要全力以赴的赢 才帅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叫极限入围赛 一个是我们接下来的比赛 每一场都有选手会被淘汰 所以这对选手来说 会有极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呢 如果选手没有获得前面的名次 那么就要连续比赛 最极端的情况是 一个选手最多要参加十场比赛 最后能够坚守在上位区的选手 就能够跟我们明星一起争夺脑王 我不想每场都参加了 我觉得雨萱现在可能不想连续参赛了吧 不要 十场 马上市场淘汰也赚了 也赚了 对对 选手朋友们 咱们把这个实力都集中在前面这几场 因为越往后啊 这消耗的这个就越疲劳 没错 其实往往发挥不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讲头续我们录节目也是比赛嘛 然后今年我自己比赛的时候 我也是各种赛制的原因 我一不小心就落入了那个最长的赛程 合在大脑上 我就是那个打满十场的人 打到后边呢 这真的是在用本能在写 也不考虑什么前后逻辑 就是说感觉这个应该行吧 应该就行 迷迷糊糊就上去了 但我最后的感受是 你只能相信本能的时候 你的本能往往就是准的 我倒是觉得 十场啊 多磨合磨合 是可以的 因为 比赛啊 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它是需要一个节奏的 其实 十明星早早的直通 我就觉得他其实有点亏 你知道 我现在很后悔 做上去以后 其实这个就放凉了 嗯 等到最后 这个十场比赛出来的选手 那真的刀磨得很快了 诶 这也是啊 就是不要考虑 场次的多少 而是把它 当成锻炼自己的机会 但是 千万不要落到最后那两位 就可以了 好 这是育恒的建议啊 明星 江老师 我首先 我听到后面 我会落下十场比赛 我特别后悔 心凉了一半 第二个就是 上次比赛之后 有两个东西 是在我大脑里挥之不去的 第一个是我第一次 站在离蒋老师 这么近的位置 这段你可以多讲一点 您的白白发给我留下了 一直在我大脑中挥之不去 蒋老师是让你多讲这个吗 不是 我解释一下 因为作为大脑的老观众 在我的印象中 蒋老师都是意气风发 非常年轻的 然后上次 我第一次站在您身边 我看到您的白发的时候 说不出的感觉 就是可能有些心酸 然后 没必要 真没必要 第二个就是 我从第一期忍到了现在 我想对水哥说话 因为 水哥可能是我看大脑以来 就是唯一的偶像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成绩不好 我不好意思跟水哥说话 然后当初看大脑的时候 水哥第一次登场520杯水 我觉得那是奇迹 后来的三十万把扇子 我觉得那个是神话 是一个我仰望都不配仰望的地方 上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离水哥更进一步 然后我希望水哥后面 可以多关注我的比赛 就是我很希望我的比赛都是打给你看的 掌声给神明星 接下来 第一场上位区名额赛 马上开始 原胜一样Q星 脑力冲顶第一名 所有的选手请进入备战时刻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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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来说我觉得 这样子一个能进七席的这个机会 我肯定还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些选手里面比赛 能够拿到一个前七的名次 我就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前三场必须突围吧 因为前三场总共是六个席位 后面就可能就只剩一个席位 要打很多场 如果不在前三场突围的话 后面就会非常困难 钻石切割 钻石切割 光芒璀璨四溢 星辉闪耀现场 选手在现场会收到一个 不规则立体钻石 它是由一个正方体 被从不同角度切割八刀形成的 选手需要在现场的海量切割方式中 找到可以切割成该钻石的八个选项 率先完成者获胜 选手呢他们看到的这个切割选项啊 我们会标明他们与XYZ轴相交的这个交点的坐标 其实我们有一些的这个切割是非常相近的 角度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过呢是上下平移了一点点 所以呢选手他就需要根据这些坐标点 去排除那些干扰项 最后选出正确的这八刀 嗯 那咱们规则都理解了 不如麒麟和彭博你们俩比试一下 我们俩我们能改成那个搭档赛 咱俩搭档都不一定做得出来 不过还好就是来了咱们节目之后 我喝了很多的 QQ星原生DHA纯牛奶 这个牛奶里呢每包都有20毫克的原生DHA QQ星赐予我力量 实数了现在 一共给大家20个选项 大家从中选出八个选项 就是能够切割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道具的样子的 而且为了给大家降低一下难度 只给你们ABCD四个选项 哦 那我选B吧 B短一点 这是 你的B短就在这儿吧 对 比如说这一刀是这样切的 对啊 这么切 它是一定这么切吗 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那样的 没有 是吧 就是它不能旋转了 对吧 对 还转着切 转着切 这在哪儿学的珠宝加工呢 那从一开始看对吧 一你看它都是从哪儿 六十几 六十七点五 它就不对 有一的都不对 咱再看切这面的 这在中间 完全中间 所以没有19对吧 对 那就没有C和D 你看20又切到了60 对啊 它切完它就站不住了 对啊 没了切 那应该不能到20 好 我们已经成功排除了所有的答案 全部的答案 你们骗我们就没有正确答案对吧 有的 有的 有正确答案的 我发现一个可能的方案 你说这 因为底下这个面是固定的 这次刀是好找的 对 所以咱找那40就行 找下面那刀 找下面那个点 对对对对 20就不对 20多60的 19的话它从30 它是大概是这样的 这儿到不了22吧 所以就没有19吧 还做19吗 我们选B 回答正确 厉害 不错 不错 那我们看一下选手的备战 这还是蛮难的 这个压力有点大 空间率最差了 完全不行 钻石切割 它考空间力比较多 然后我空间是比较差的 所以我一开始拿到题目是觉得很难 我感觉我只会被淘汰 不会突围 我对我的实力还是有清晰的认知的 我也只能一张一张看 首先啊 你们想想 我们总共有40张图 猪鬼鱼一会儿不见考了 再查查 再检查检查 我跟大家说 大家不用算 这个东西不用算 因为40个图 每刀只有5张 你看看里面有多少离谱的错误选项 其实我们挑的这个范围很小 首先下面4刀最容易 你只要借助4个点的两个坐标 感觉朱辉宇好像已经胸有成竹了 在教别人呢 辉宇小课堂 然后这是我大概意思 就是大家靓丽而起 你的方法是先找啥 然后再找啥 先找答案再提交 我特别喜欢看苏畅做这种观察那个体验 嗯 苏畅就都是那 蹬蹬蹬跑 不是他 苏畅就跑的 苏畅又滑踩 苏畅 两边手张开 对来我这个 他拦我这个 如果是这个难度那也太简单了 这白玉鹏自打那个跟选手混在一块之后 整个人感觉收敛了许多 对对 他在脑王那边的时候是吧 大门大门一坐 有点那个指点江山那感觉 现在你看 你看 朱辉宇非常放松 白玉鹏就有点凝重 有点凝重 有点迷茫可能 辉宇的领面可能还真大一点 对辉宇是很有可能能出现的 这应该很快 对 这题不用算 算是假的 我要算 你要算 我要算这个 我不看这个 你是打算看到一个正确答案就回来填 还是 看一圈填八个 看一圈填八个 那如果 你肯定不是第一 我这句话就放在这里 不是 我觉得你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 就 就是你不仅拿不到第一 可能我名次会很差 没关系 自己的选择吧 好期待你的表现 尹佳辉的那个方法太过于激进了 他想要一次性地找全所有的面 一旦遇到干扰项 他的这种激进的做法只会拖慢他的速度 如果他就坚信这种策略不变的话 可能会面临一个淘汰的风险 全队 我的天 全队全队 你天 你天了 你天了 没什么好说这题真的真的真的不难 因为他全部平行与人意味着什么 你总是从某一个面可以看到他到两个点的坐标 你感受大概是三十五十五十七十七十一百 你滑喷四个区间 然后两个东西同时到两个区间那样干扰 像我在自己面反正没看到 这样子切切 所以巨款 我终于明白了 我的天 到时候如果我没结束你帮我等一下 别跟我真第一啊你们 找到我自己做这个比赛项目的诀窍之后 我觉得我在这个项目中可能可以突颖而出 拿到上位者的名额 我们有请选手来到比赛现场 加油 好 QQ星儿童牛奶 原生营养 实力 上场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都是先看底 都是先看底 以致钻石切割方法随机 而且形状不规则 选手需要仔细观察钻石的不同切面 根据切面的特征 去在脑海中想象复原切割的过程 읽 出去 杨昊晨直接去看了 男嘉宾跑得好快 都往一个地儿涌 在现场的话 它其实跟被战区很不一样 就是现场是一个很大的屏幕 然后它一直在转动 转动的图案会有很多干扰因素 看着看着我不知道转到哪儿了 我会混淆 这其实是偏观察了 苏畅 苏畅 摔倒的过程中找到了答案 这么快吗 苏畅一次看了两个 快远和苏畅都达到 很快啊 朱辉宇一个都没填 我们作为物理人 喜欢用误差和估值 来分析一些物理量 然后关于这个直线 落到某个方向 在我脑海中画一张座標图 我可以尽量把它 限定在三的一个范围内 我可以通过各方面 去分析来排除其他选项 科奇第二次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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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奇四个了 苏畅四个了 苏畅四个了 苏畅很快啊 尹家会有两个 尹家会三个 四个 白语棚也四个了 底下四个是容易的 对底下四个都比较容易 谁先找到第五个 这是一个节点 怎么怎么慧宇没动静啊 我过去他咱们一口气 全体来的 慧宇看慧宇填上几个啊 比起填巴了 一个一个了 两个 三个 苏畅五个了 六个了 没错 看看罗开元这次回来 能填队 没有填要观察 但罗开元七个了 二号 猪鬼六个了 猪鬼六猪鬼 追上来了 挺好 这个还真有意思了 十九十一个 不好意思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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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已诞生 第一名上位区选手已诞生 苏畅 苏畅 苏畅好帅啊 苏畅第一名 刚才很骄傲 就是摊着手 对 厉害 上位区晋级名额 结成一席 输错 最后我填最后一个数据 填上去之后发现答案错误 我整个人麻了一下 因为我想这个题目 他如果要重新重新去检查 需要大量的时间 楼开元有机会第二名 我觉得中文应应该差不多了 先看辉宇和开元 然后错点的话 十九 楼开元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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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又发现了第二个很难 因为我对于发射机制不是很熟悉 因此 我就无奈之下 就在那肝恩着三十秒 就在那想七想八想想别的选手会不会打 因此我觉得我第二名已经没啥心了 就很难受很难受 就在祈求他读速快一点 灰宇七个了 灰宇七个了 七个了 七个了 再填了 马上 第二名 稍微击名额已产生楼开元 哇 哇 哇 我还挨着 啊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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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灰宇是非常受挫 灰宇现在已经完全都开始溜溜溜的地方 就不着急了 就已经不着急了 没赶上前两名吗 是 第三名 白宇鹏 哦 哇 蓝鲜 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失误一次提要就存对 这就证明了这个脑王的实力还是摆在这里 不对啊 原来杨浩真刚刚就是六个了对吧 现在又五个了 对啊 他自己改掉了 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们不提交的时候你是可以改的嘛 就算错了阀石你也不知道是哪个错了 所以他可能把原来对的改改掉了 也是打算看到一个正确答案就回来填 还是看一圈填八个 看一圈填八个 那如 你肯定不是狙击 我这句话又放在这里 我在场上其实用了一种非常激进的策略就是 我是同时 在一圈内观察好下四个面和同时观察好上四个面 然后一共两圈 然后把八个数全部填进去提交 前四个面是对的 但是上面四个面有一点疲漏 所以已经感觉到自己可能排名不太行 第四名 好陈树 第五名 第五名 杨英豪 第六名 朱柯琪 第七名 王新冉 第八名 申武杰 第九名 王明锐 王明锐 他又请快请快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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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ика 比赛过程中 因为经常要绕着环境屏幕跑 容易忘记之前神体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选的选项是哪些 这些选项分别是抛在哪一个面 回御 终于做完了 没有 还得观察 我以为做完了呢 我这会儿才看出朱光雨着急来了 对啊 她从来很少跑啊 对 王雨萱 又错了是不是啊 王雨萱 又在发誓 这朱慧宇刚才试了一下也不对是吧 这个一下就卡这么久 是啊 我感觉是朱慧宇 他前面在备战的时候很有自信 找到了一套方法 但是可能没有覆盖到这题全部的情况 嗯 正好遇到了 来 慧宇 慧宇 慧宇提叫 慧宇提叫 慧宇 对对对 十三名 朱慧宇 哦呀 太好了 存留名额 仅剩八席 这么看这题也不容易 嗯 钱应琛啊 徐新凯啊 王雨萱啊 这些都还没出来呢 嗯 还有李月超 王雨晨啊 十四名 葛文婷 哦 葛文婷 挺不错 嗯 那些都已经出来了 王雨萱压力也很大 他每次一回来提交番 自己这一排队友都做 对啊 我在比赛过程中 其实很顺利地就算出了 八个我要找的坐标 然后也填上去 但是当他提示我说答案错误时 我就陷入了困难 因为我并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个答案错了 所以说我只能一个一个去检查 一个一个去排除 这浪费了我非常多的时间 还不对啊 还在发誓 可能有一些选项非常的相像 嗯 就我们刚刚看的那会儿 你说两个坐标 插死 这真得算 十五名 杨昊晨 就完了 杨昊晨终于做完了 存留名额 仅剩六名 十六名 王雨晨 哦 王雨晨啊 不是王雨萱 存留名额 仅剩五名 最怕的就是 连续三四个人都答对了 哇 那剩下人 紧张了 哇 张靖凯 直接改成零了 哎呀 靖凯 是危险啊 在现场一开始策略 还是排除法 把可以的都填在空里头 但是后来发现有好多错的 所以我就重置了盘面 我以前还没出来 徐晕卡还没出来 名都不多了 现在这个时候 对冷箭跳出来了 不跳出来不好打 这个答案能对吗 十七名 张靖凯 哇 张靖凯 还有四席 不会吧 王雨萱不会爆了 你淘汰了吧 王雨萱是要改答案的意思 有有有 慢点 回来看看 你说这王雨萱 非常强的篇手 也卡了将近都有十分钟 对啊 王雨萱 加油 十八名 王雨萱 啊 终于答出来了 各位选手请注意 存留名额 仅剩最后三名 没有多少名额了 我觉得现在压力是非常大 十九名 十九名 徐兴凯 哎呦 兴凯 终于 其实是比较低于自己的预期的 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一个地方卡这么久 存留名额 仅剩最后两席 哎 侯守成找到了哦 有信心的感觉 是要提交给大家 20名 侯守成 虎守成是这个 最晋级的比赛绝对不会贤 但最淘汰的比赛肯定不会贤 对对对对对 哦 因为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了 接近有半个多小时 能够晋级 就已经算很满意的 存留名额仅剩最后一席 哎呀 真的很接近很难讲 听到场上面就剩最后一席的时候 其实是有些着急啊 最大的困难就是 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感觉前一 真有可能突然答对 直接就就晋级了 按说大家都已经在锁定 最后一个棱或者最后一个面了 去写答案了 李老师 第21名已产生 哎呦 这赛段也太极限了 赶紧休息会儿 你都喝三瓶了 光放松了行啊 韩布趁现在多喝点QQ星原生DHA纯牛奶 抓紧开发脑力 后面的比赛才有底气吗 那我也得赶紧喝一瓶 原生营养QQ星提醒您 最强大脑 燃烧把大脑 精彩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儿童牛奶大品牌 原生营养QQ星独家冠名播出 最强大脑 燃烧把大脑 精彩继续 原生营养QQ星 原生营养QQ星脑力充顶第一名 本节目由高品质的儿童牛奶大品牌 QQ星独家冠名播出 第21名已产生 中文童牛奶大品牌 中文梁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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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梁恢宏 比赛结束 好 来 掌声给苏畅 好 你这位穿着这么潇洒的衣服 这一次还真的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其实我还是蛮遗憾的 对我的成绩不满意 什么意思 因为我第一次输错了 然后怀疑了自己答案 然后又去绕了一圈 选了另一个答案上来又错了 后面想想 还是相信自己第一次答案吧 然后直接填上去 其实我跟苏畅应该差不多吧 基本上同时跑回去吧 对吧 我没有看你 你没有看我 那没事 这就是我在这个舞台上看到的 赢了一点都不谦虚的人 我想几位 对咱们这两位有什么看法 我其实从上一轮开始 我就一直观察这个苏畅 我就特别愿意看他 我觉得一看就是非常认真 就上次看灯那个 你就看他跟那儿 就是一直比划 这个他也是一直 一直切这个脚 我就觉得他特别投入 这个是一个强者 最应该具备的这种心理素质 就是专注认真 没错 如果他不赢的话 那么多动作也不容 对不对 刚刚那个大林说素畅 我看了半天楼开源 因为目光真的很难 从他身上移开 你知道 我特别要讲几位 我们在后台观察的特别有意思的 白玉鹏 白玉鹏我不是要表扬你 你第三个出来 但是你跟他们的时间还相差的有一段 我其实想到了 就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很多场就是想争第一 然后反而欲速责不达 所以我就想这场比赛就放稳 别追求前二 结果变成了倒数前二 毕竟还有接下来的比赛 说不定哪一场 我就是慢慢来 也能够拿到前二的名字 你这个话讲给其他的新秀听的吗 好 谢谢宇鹏 尹家辉 我就想问一下 你是太热了吗 还是怎么着了 做完了以后直接躺在地下 太累了 该减肥了 我也该减肥了 雨昕 第十八还是第十九位出来了 十八 当第十七爆出来的时候 你当时什么想 我 我觉得还是不怎么慌的 因为张静凯的方法其实是我教他的 他能用我的方法能拿第十七 说明我的方法没问题 那我肯定能做出来 有道理 掌声给所有的选手 好 QU星原生一样助力最强大脑 我们祝贺苏畅和我们的楼开远 上位成功 好 请进入上位区 那么即将的要离开这个舞台 有什么话要说了 我就是说就是希望就是每个人能拿出最好的实力来 要争取全脑王 来日方长好吧 前途无量 来 掌声给我们的清晨 岳超 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 最强大脑的舞台很大 但是生活更大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好的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来过 谢谢 变成了这个舞台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环 这个一环可以见证我的荣耀时刻也能为我之后的成长做一下铺垫 好 原生一样QQ性脑力冲顶 第一名进入第二场上位区 名额赛的选手迈入备战时刻 画园为方 方圆之间沉积观变 凶手需要在收到一个立体图形后 找到其正确的观察视角 并在作答程序上 选择合适角度的圆盘进行组合 使得圆盘上线条相连的图形轮廓 与正确视角一致 最终按完成时间排名 什么意思 什么又是观察 我受不了了 第一反应其实是有一点懵的 因为还是对自己的观察不够自信 为什么又考空间 这小题我觉得就是我直接走人拜拜的一个项目 考空间考观察 这个项目就是选手会先拿到这样的一个 有小的立方体组成的不规则的这么一个异形体 一个俄罗斯方块 对 但是他们的道具是固定在桌子上的 是不能随便拿起来的 不能像我们随便拿起来的 我这已经失去比赛资格了 首先他这个观察的视角是不确定的 然后上面的很多点是干扰的 他不确定哪些点是他需要放这个圆盘的 然后这个圆盘的角度也是不确定的 在这些不确定情况之下 如果要试错的话 那就有成千上万种可能 对 得了 那咱看看他们备战 好 都非常安静 可能就有刚才那一站的经历 然后现在大家好像都 我觉得有疲惫在里头 然后再加上就越来越慎重 越来越重视 对 这个东西感觉不太能看得出来 我要点错了 这块有没有什么特点 就是我 我不能每一个点都一个一个试 三分钟 三分钟 太强了 不愧是猛攻 这个项目它涉及到 从一个想象的角度去观察一个三维物体 并把可视部分转换为平面上的点 所以说对于空间显向利益有较高的要求 你们怎么样 完全不通了 这一场 我怎么感觉 我怎么感觉朱慧鱼要开始上课了 一旦你找到了挨得比较近的 这上下竖直的极足点之后 你比较容易能看出来这个形状长什么样子 他真的还挺爱分享的 上下 老师 所以还是很适合当老师的 手程赶紧认真听 假如说手程又近的话 那说明这老师水平还挺高的 这样看不对 你们都做完一道题了吗 没有 我死到找不着 我这个快 转一下 好难 不难 不要紧张 很难 对了 我是不是得花点时间想想淘汰感觉 嗯 不用啊 你肯定不会被淘汰的 跨园 唯一方这个项目主要考察的是空间里 我空间力很不好 所以当时的压力还是很大 我做完了 你做完一个吧 嗯 这么快 啊什么什么 你这样做 我已经 你看这个五连点它是等差的 这个是突破课卡 嗯 对 这怎么可是要自限制吗 主要是最主要是等差 因为它的这个 嗯 近大元小时不会改变等差 竹科奇教他一个方法 哦 确实 这个方法不错 他可以吗 哦 他是一二三四五 就说明 这 这就是那个4块 哦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4个等卡 对 对 很牛 就在我们备赞间做的最快的是竹科奇 就是他做出来之后就跟大家分享分方法了 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的也都做出来 我一开始我觉得我这一场我非常大可能要被淘汰了 然后竹科奇教了我方法过后 我觉得哎我是可以做出来这一题 娱乐乐都做了巨快 然后就 罗友轩 你怎么改换门停了呀 想跟小白交流一下 猪指导我过去看一眼 猪指导 教了教了方法 先找最长的那个 我找就是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我挺担心辉宇的 他也知道这个方法没有那么难 现在就应该练习 对 说特别对 对 但现在他就是 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理论 生怕哪位同学没有跟上 对 我们接下来有请 十九位选手上场 加油 我进凯 进凯 一击绝尘一马 那我先 虚虚心儿童牛奶 原生营养 实力上场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不是 进凯 这是 进凯 是他从这个角度观察 点阵图会设置一些 与正确视角相似图形轮廓的干扰项 对选手在视角上的判断 会形成干扰 所以选手呢 需要从一开始就认真观察 分辨点阵图上哪些是干扰项 我感觉黄明睿聪明 你看他先坐下边 这很快 他以嘉辉的好奇怪的做法感觉 他们在找那些块 嗯 我现在重点观察 后手成 我一看那些点 我就很懵 选项中 有一些圆盘是旋转过的 同时呢 具体要放在点阵图当中的哪一个位置 也是不确定的 这个可能性是成千上百 可以 辉语这个聪明 辉语先找大轮廓 啊 对 对 因为只要有平行 那就一路肯定是能平行下 长俊硕应该找到方法了 我看 李嘉辉还在观察 阿与谷也快了 这么快吗 第一名上位聚选手已产生 第一名上位聚选手已产生 朱辉宇 朱辉宇 我来说会议会议太快了 这一把老师打败学生了 所以人家还是有这个底气去跟别人分享的 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硬实力项目 我是很快的拿到了第一名 我觉得这才是我应该有的实力 出场好像两个分钟就做完了 这也太断层了 这 上位聚名额 仅剩一席 长俊硕 重置了是吧 刚才都已经很接近了 第一名上位聚选手已产生 朱辉宇 当我做到最后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一直点错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朱辉宇已经提交了答案成为了第一名 然后有一些慌张 就不小心把撤销点成了重置 导致我前功尽弃 第二名上位聚名额已产生 白宇鹏 白宇鹏 这两个小王还是可以 比赛过程中 我就做得顺生顺水 遇到没什么困难 唯一的困难就是我不是第一 不过最后的成绩也不是说除了我意料之外 也是在我预期之内的 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满意 对于朱辉宇 白宇鹏 他们只要发挥正常 就会有这样的表现 其余选手请继续作答 王明睿二十个 尹家辉一个都没打 王雨轩 王欣然答了一些 但都不对 这题还真是没找到方法吗 难道 就是我真的觉得杨炎豪在想什么呢 第三名 黄明睿 黄明睿 第四名 杨浩晨 我们杨浩晨 杨浩晨挺快 浩晨终于发挥好了一次 我没想到朱科奇这么慢 他们是不是想复杂了 第五名 徐兴凯 第五名 徐兴凯 徐兴凯可以的 第六名 申武杰 好像这么快 申武杰 申武杰 申武杰基本上就在那稳定的 中上位置 第七名 好陈树 好陈树 陈挺兵也快了 第八名 陈挺兵 这朱科奇还一个都没打出来啊 想复杂了 肯定是想复杂了 科奇冷静下来 科奇刚刚在 是这样啊 大家都知道他实力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成为一种包袱 我的策略在备战间还是很快的 但到现场之后发现会确实复杂一些 在场上大脑没有做出最快的一个反应 羊羊好像开始步入正轨了 因为出现了一些事物导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抱第一名 第二名 包括接下来34567的时候 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有点焦虑 有点紧张 葛文廷 王宇成 这都很快了 因为 因为你填到18 19个了 这后边选项不多 就大面基本上都看出来了 第九名 葛文廷 第十名 王宇成 存留名额 剩余七席 这朱柯齐 还有尹家辉 王宇轩 王欣染 是怎么回事啊 完了 不会把王宇轩淘汰了吧 为什么是累了吗 真的 杨艺豪 常俊术 都是总继续手啊 十一名 杨英豪 十一名 杨英豪 十二名 梁凯康 孙刘明娥 剩余最后五席 这几个选手卡住了 卡住了 没有找着解体思路 对 这朱柯齐 还有常俊术怎么回事啊 有这几个人淘汰谁我都难受了 还剩几个名额呀 还有五个 王宇轩和尹家辉应该快了 现在领先王宇轩尹家辉问题不大 对 想法就是把速度稍微慢下来 然后这种比较稳妥的方法来进行 因为我也不成排名 我只需要晋级就可以 对 王宇轩也快了 十三名 尹家辉 家辉 真的 王宇轩来了 最后一个 十四名 王宇轩 天哪 谢谢王宇轩 纯留名额剩余最后三席 欣赏 克齐 成军树 刚进凯和尹车 现在长俊硕应该找到方法了 慢慢上去了 欣赏应该也快了吧 越到后面 牙力越大 坐着越慢 靖凯追上来了 快点 十五名 常俊硕 存留名额仅剩最后两席 这太紧张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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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别急 反正 自己做不来这个 我就尽力慢慢做吧 张靖凯追上来了 找 这个 柯齐还没出来 柯齐 没有 反正的转 肯定不是这个视角 那我冷静分析 如果是这里也不过 那整个是这里 我感觉柯齐还真是没找到方法呢 柯齐就卡在那了 就是看不出来哪一个角度 凭习兵行在台上 如果有看不到 凭习兵行的话 你会不会不要 柯齐一定要出来啊 我不能再接受一次柯齐被淘汰了 对不对哦 你看他把他们都清了 他基本上是全空了 不是他清零了 找这里我就找回到 可琪停笔了 找这里 可琪啊 可琪啊怎么回事 可琪啊 可琪 哎呀天哪 啊好着急啊 王秦连已经快了 王秦连快了 应该 那猴小城跟王秦连 俩人咬的挺 你看你看 追上了 差不多了 追上了 猴小城两个换一下就行 现在是吧 我王秦连也是两个都看谁先换 我让他换一下 十六名已产生 王秦连 存留名额 仅剩最后一棋 哎呦这最后一个名额 所以在张静凯 诸葛琪和猴小城 猴小城我是没想到 他有可能又手在倒地 在 哇 可琪 啊可琪要输了 嗯 猴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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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名 猴小城 我说猴小城真的出来了 打打压 人分稳定 本部向前 比赛结束 我们请第三名至第十七名的选手 回到戴定区 QQ星原生影响助力最强大脑 我们祝贺选手 祝贺与白宇鹏 取得本次挑战的成功 接下来我还不得不说猴小城 你每一次都是最后一刻 对 没错 这场比赛当中 你有想到你也是同样最后一刻 能够脱颖而出吗 其实我没有想到 因为我觉得我要被淘汰了 所以我就是心态就是放得很开了 我就说我慢慢做吧 然后最后 踩着线出来了 踩着线 我就看你下一场 有本事再踩着线 他们都叫我猴手门 大家也都叫我猴手门 就是我真的很能守门 基本上倒数几名 都是我的稳定的 差的发挥 这个 宇航 这个项目吧 我真的是看得在底下很焦急 其实我是想骂好几个选手的 杨因豪 尹家辉 王宇轩 常军朔 包括王欣然 我真的在下面 我真的想上去给 两个平行线 下去 所有的竖条 又都是等距的 那干扰相一眼就看到了 外面一个轮廓啪啪一出来 然后中间那几个脚 不是不是不是完了吗 是这个道理吗 对对对 这个脑王还是回答的 酣畅淋漓啊 看这速度 这个诸贺宇上来啪啪啪这一下 我们就看我说这这快了 我们还跟那正研究别的选手 人这边就打完了 宇航也是 你们这确实是 有时候方法对了 省很多事 好 这个两位脑王 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 脱颖而出 也见证了你们的实力啊 掌声献给两位 请你们落座上位去 好 彭博 我现在最大的疑问到底是 科技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相信这是所有朋友的一个疑问 对 因为他是这个场上的老选手了 而且他是复活进入到 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局面的 我说一句实在话 你回来了以后 你的成绩呢 并没有经验的表现 你的盘面上一直就是 你只放了三个正确的 然后用了八个 再就没有动 对 因为你的盘面很久没有更新的 我来解释一下 确实该骂 我觉得 对 就是整个 我怎么说呢 还是比较低级的错误啊 我觉得 非常非常低级的错误 我会去纠结 就是像刚才说的找平行线 找这个 甚至有一些 极个别的平行四边形 我会去着重这些找 但是 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我最相信的 我的双眼 好像在场上有点 不听话了 可能不是这个视角 那我冷静分析 因为我这里也不对 应该只不是这里 不对哟 我觉得这道题 包括上一道题 都是我非常 应该说是我非常擅长的题 我已经找不了任何借口 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确实该骂 好 我们把镜头 转到KQ星智慧空间 华明 这个结局是你想到的吗 没有 在我意料之外 就像个人 我自己的问题 看我 没有 你不说 在我心里 是有什么事 我心里的 就像我一样 我想到你 我因为有什么事 那个我 你不说 要有什么事 我还会想到 我还会想到 我 我也想到你 是 我 有什么事 我 想到你 想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对你来讲这一题那么难 前面你都闯关闯过了 可能空间力不是我的强项 空间力不是你的强项 上面一题呢 就是上一场比赛也是考空间力的 也不是我的强项 但是你出来了 不要伤心啊 加油 加油 最想大脑什么时候开始看 从第一集 这次有机会 然后就来了 就来的话 你看前面有那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 比你先走了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能够留到这一步 我是没想到的 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实力比我厉害 但是你留到了这一步对吗 对 所以你对自己的评价是 就是可能我还是很厉害的 下次再请你的话来吗 有时间的话 掌声给我们张静凯 好 棒棒的 那么两位即将告别这一季的 最想大脑的舞台 有什么话留给这个舞台 我一直很喜欢 最想大脑这个节目 一开始有魔方的项目 又开始喜欢上魔方 后来有速度的项目 我就开始喜欢上速度 最后还有华容道的项目 我也喜欢华容道 我认为我的成长 离不开醉原大脑这个节目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的成长 也离不开醉原大脑这个节目 谁在最需要的幸福 轻轻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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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最快乐地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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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我希望醉原大脑这个节目 能扮演得越来越好 让更多年轻易在层中受益 我们谢谢静凯 也谢谢关注我们最强大脑节目的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们 我们非常感谢在你们的成长当中 有我们这一份微不足道的影子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 我们希望一直做下去 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健康快乐智慧地成长下去 我们掌声给静凯 确实也给了机会 但是没有把握住 然后还是再次感谢所有嘉宾 感谢这么多选手 其实我觉得今天已经调整得很好了 而且刚才我在备战间 跟大家整个的这个氛围 我也是觉得是回到了一年前甚至两年前 那种眼中只有项目的感觉 但有时候确实就是会有一点事与愿味 我觉得也很正常 像水哥说 一直洗盘子盘子也会碎嘛 刚才聊了这么多 我心态也调整过来 我觉得没问题 谢谢 谢谢 祝和其 我为什么要捞你回来 就是因为我想看你比赛 谢谢水哥 谢谢你们两位来过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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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两场的上位区名额赛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看到上位区已经落座五席 依然还有三席虚位已待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场上位区名额赛 现在方团开始急了 因为刚才有机会没有把握住 每场都在淘汰人 所以脑力和体力其实已经差不多到极限 感觉平时比一两轮已经很累了 那下一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极限挑战 所以真的有点不敢想象 原生营养QQ星脑力冲顶地名 请所有的选手进入备战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若干彩块 需按照彩块叠加变色原则 通过平移 旋转 叠加等方式 还原像素图形 率先完成者获胜 什么叠什么是什么颜色 这是什么东西 我给它创造力五分好不好 其实你要再把它做一个编码的转换 把所有的颜色的转换成数字 再做一次加法 对 我们可以通过一张图片 来了解一下这个变色的规则 好嘞 好 那我们看到呢 按照红橙黄绿青蓝紫白黑 我们一共有九种颜色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久禁制的规则 来进行叠加的 红加红 就相当于一加一 那就变成橙色 就橙色 明白了 我们QQ星的这个logo是蓝色和白色 那就问你们 蓝色和白色在我们这个规则之下 叠加起来是什么颜色 是青色 是吧 十四九斤之就是五呗 没错 十四斤就是五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备战吧 算了 这是一个 很好的 能直接淘汰了 也不会很尴尬的一个环节 可能这个就是等死 反正就是 因为 其实因为我是一个色盲 所以题目本身对我来说 难度就非常非常的大 尹加辉 他有这个色觉障碍 因为我们也是比较晚才知道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早就设计好了 所以我们在征求了 这个选手本人的意见 还有其他选手的意见之后 就给他的这个答题的界面上面 标上汉字 红色就给他标一个红字 所有的格都给他标啊 对 没错 天哪 他这个其实看着也很费劲 是 旁边很小的话 其实对他而言 做料题是有困难的 字更密了 哎呀 不是 这东西肯定差这意思 对 他字也不给转呢 这个看似是有了字 但其实跟没有一样 他这不给转 我觉得不如你们看颜色 我其实明白 虽然我拿到了一个写满字的这种题目 但实际上我和大家的差距还是非常大 因为我相比其他人 我没有办法把颜色很快地反馈到我的脑海里 同时也缺乏一些颜色的对应 他们只需要找颜色 而我需要找字 这就相对来说 我会比他们的速度慢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这个题目对我来说 已经不是上位的问题 而是我其实想要晋级都非常的困难 他直接变成字 其实看着不直观 不直观 他没有图案了 你图案一下消失了 那肯定是 我觉得尹家辉这冲出来的难度很大了 这个就没有任何 你们有突破口吗 好像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王宇轩估计心理压力也够大的 王宇轩前面这两个场比赛可发挥的不太好 很悬很悬的都是 反正刚才那个间歇休息的时候 那王宇轩 看着我躲来着 不敢不敢看我 因为我一直觉得不露脸 对 因为我一直那个特别的看好他 对 他觉得可能这两轮发挥的不太好 哦 可能跟你有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可能觉得没有 可能觉得有点羞愧 就是我个人而言对我前两个比赛说不上满不满意 但是我知道所有人对我都不满意 所以我第三个项目我一定要争取进入上位区 不 所以第三个项目我一定要进入上位区 红尘黄 黄三 哇 怎么这么难变啊 这颜色每次我都想一次 我现在真的没有思路 我做出来一遍 哦 是不是做出来第一个就好了 哎 强了 强了 在那这下的时候不甘心啊 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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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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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啊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逼不出来啊 在这个闪光迷途的备战中 说实话这次的感觉是我 困难最大的一次备战 我脑海中是完全没有对应的 就任何的想法 可能真的是要栽在这个项目上 哎呀 救命 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救救孩子 这一题啊 回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题 入手点 等一下 哎 讨论上了 讨论上了讨论上了 嗯 这个也肯定在上面 然后之后拉过 先发现哎 这个是这个 对我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了 哦 我悟到了兄弟们 哎呀他悟到了 呃 悟到了 笑啥 明显这个无线轻松一些了 对 我看到现在这个好陈树 他们这个备战间似乎没有一个 那种灵魂人物 没有一个leader 就是没有人在探讨 没有人在聊 但我现在莫名其妙看好侯手成 并不莫名其妙 这是最稳妥的方法 他自己说的侯手门 门守得真好 对 对啊 牢牢的卡住 这个我一拿到 我就知道我做不来 我预计我要被淘汰了 因为我 做不来这个 这个我感觉我只会被淘汰 不会突围 会晋级的比赛绝对不会赢 但会淘汰的比赛肯定不 肯定不淘汰 对对对 凑不出来啊 全靠运气啊 做完了 做完了 怎么说有没有什么经验兄弟 可以先从脚腰上来试 随便试拼出两块 现在拼出两块之后 拼出两块之后 这基本上就全能做出来 这是不是已经试出来了 对 我试出来这个之后 试出来之后 然后再看别的块的轮廓 轮廓就啥样 轮廓上颜色长啥样 这不就没了 在这个过程中生物节 它做得非常快 然后它教给了我们一些方法 然后我觉得勉强可以做一下 不玩了 不想玩了 我去上面转转圈 我来串门了 就比如说我看白色的 我其实由于我比别人先找到方法 我其实由于我比别人先找到方法 我做完这两个题以后 他们还没做完 于是我就跑别的被站监 然后去看别人做完 然后看别人还没做完之后 我感觉这个项目会相当稳 就那啥第一第二的概率很大 不拿第一第二也是比较靠前的排名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 闪光迷途项目的参赛选手 老李线走头一个 要没让侯守成走头一个 人必须得走最后一个 侯守成看起来很有细心 杨老人今天气势找回了一点 QQ新儿童牛奶原生营养实力上场 三 二 一 挑战 开始 LD0我感觉到他有一点难度 好像考验的是蛮计算力的 他们做题目好难 其实这个项目做的 比前两个项目都悠闲 因为这个你看不到那个点 也无从开始 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是 今天最难的一个项目 400的这么一个棋盘格 你要加减进行计算 还要旋转 还要重叠 然后还要位移 选手摄入的信息量是极大的 展光迷途这个项目 选手会拿到12个碎片 每一个碎片都非常大 而且都是不规则的 所以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 填上第一个块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个题如果不经过 仔细地思考的话 它的计算量会极其旁大 哎呦 黄敏锐怎么动那么快 帅先动手 帅先动手 黄敏锐 这两个方法是一样 他们都是先选这一块 常俊硕和黄敏 申武杰不一样 王宇轩不一样 杨荫豪也不同 我感觉王宇轩速度好快啊 他刚才一下子就把两个块给放上了 我首先观察12个块 很快就确定了第一个块的合适的位置 因为有了一些参考之后 我总能找到下一个突破口 剩下来的块就非常好做 基本上都开着做了 哎王宇轩有有有有有点意思啊 这个 感觉拼出个样来了 你看王宇轩哥哥已经做了一半了 已经进入后半段了 找到的已经找着了 你看转 然后去补那种差额的地方 人家会确实有劣势啊 这个项目 因为我自身的原因导致题目本身对我来说难度就非常非常的大 他们只需要找颜色而我需要找字 这就相对来说 我会比他们的速度慢非常的多 王宇轩非常快 你看你看 王宇轩已经255块了 200多个了 王宇轩黄明睿 黄明睿221 真不错 长军说我也行 李长军说167 杨昊晨也不错 杨昊晨248 说实话 我挺看好杨昊晨的这把 这个王宇轩不会错 其实估计可能会快 但是我就不说看好他 我一看好他 他就得出事 你这最后就快了 这剩四个 对 王明睿 王宇轩 就看他俩谁快了 哎 长军说也出来了 长军说也不慢 长军说也不慢 对 长军说也不慢 王宇轩这马上就完了 最后一块 我 王宇轩 你看这黄明睿这块 他已经完成了 最后一块 长军说也是366了 王宇轩这马上就完了 对 最后一块 黄明睿这块 这又要完成了 就看他俩谁快了 就看他俩谁快了 第一名已产生 第二名已产生 第一名 黄明睿 第二名已产生 第二名 黄明睿 王宇轩 好快 好快 哎呀 差一点 对 其实两个人 就同时做完 这两个时间差不差 基本同时的 差一点点 对 快一秒半 第三名 长军说 哎呦 长军说差一点点 这非常遗憾 这非常遗憾 他们三个人 基本上是同时出来的 你看长军说那个 表情都很傲恶 就想哎呀 我要是再快一点 我说不定就能晋级了 我觉得还是很遗憾吧 因为毕竟 只差三秒钟 就可以进入 上位的名额了嘛 在备战间的时候 大家都做得很慢 三十分钟才做完 我就很惊讶 咋他们做得那么快呀 那谁知道黄明睿 在备战间做得那么拉 他现在突然 变成第一了呢 这是谁的小偷 群人都在脉弱 真受不了 好 现在比赛 唯一的悬念 就是侯手成啊 啊 侯手成还不错啊 你家会 又有颜色又有呲耳 这双重干扰 就不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有点眩晕想吐 升武杰不行啊 升武杰才 打 打对了三十二个 接下来比较快的是杨英豪 啊 刚才结束了 第四名 杨英豪 杨英豪这段时间 就每次压三四五 嗯 对 杨浩晨也马上了 哎呀 家辉 这个有点危险啊 还有深武杰也很危险啊 其实杨浩晨真的是有势力 但是他一直没有发挥出来 哎 杨浩晨刚重置了是吧 刚才都已经很接近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拼错了 而已经错过了第一第二名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 应该求稳 于是采取了一个 非常不理智的措施 就是选择了重置去做 哇 你看他们前面四个人 跟后面的人差距 就开始拉大了 这剩下的朋友 就相当于有点胶着了 徐兴凯三百一十三 好 陈述三百一十五 葛文廷三百零一 葛文廷三百四十二了 接近了 啊 尹家辉一百七十九了 这个东西一做对了 一大片 对对对 第五名 徐兴凯 那属于徐兴凯 实力还是一种 第六名 郝陈述 第七名 葛文廷 葛文廷这发挥非常稳定 葛文廷一直是第七 第八呀 第八 第九啊 是吧 存六名额剩余六席 其实大家现在进度都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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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名 尹家辉 哦 哎呀 尹家辉呀 尹家辉呀 都会比他们差 完全能体会殷老师的痛苦 存留席位 剩余五席 我觉得王新染和梁凯康危险了 梁凯康只达了一个 一个就是说明都不对 王新染停在114很长时间了 申武杰也只有96 申武杰也够危险的 你看到谁来的 他不是说杨奥陈吗 第九名 陈挺斌 第十名 侯首诚 哇 侯首诚太女了 可以 你看这个 倒数前三又往前提了 这下就是黑马 这黑马 因为你想如果只剩三个人呢 倒数第三就是第一啊 这赛就是对他非常有利 人足够少了 哈哈哈 昊晨不会是被我奶媒了吧 感觉是的呀 哈哈哈 没事 还有五分之三 占大头 存留席位 剩余三席 杨昊晨怎么半天没中啊 他可能找不着块了 杨昊晨 哎 王新染 王新染 还没出来呢 他没出来呢 嗯 这我觉得这事是对的 十一名 王新染 存留席位 勝于最后两席 哎呀 哇 十二名 王雨诚 存留席位 仅剩最后一席 哇 十二名 王雨诚 你这五分之三变三分之一了 你这三分之一就没了 我要赶紧盘哪一口 杨凯康可能希望不大了 盛伍杰跟杨伍晨 两个人进度几乎是一样的 我全身关注在自己的项目当中 并没有关注到 还剩几个晋级名额 自然而然肯定是有紧张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按照自己的节奏 做完就行 不对 太紧张了 最后一个清华还能不能留着 下一个很有可能是杨浩晨了 维生五节也动了 杨浩晨会不会给生五节机会了 原生营养QQ星提醒您 最强大脑 燃烧把大脑 精彩 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儿童牛奶大品牌 原生营养QQ星独家挂名播出 最强大脑 燃烧把大脑 精彩继续 光京东搜QQ星 加入QQ星俱乐部 会员首单免费喝 本节目由QQ星 儿童牛奶独家冠名播出 下一个很有可能是杨浩晨了 维生五节也动了 杨浩晨会不会给生五节机会了 十三名杨浩晨 哇 好 我给你乃乃乃的 啊哈哈哈哈 这真是乃乃乃的 比赛结束 好快哦 好快哦 快 哇真是吓死我了 在我最后提交的一瞬间听到现场嘉宾和其他选手的乌生路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晋级的 拜拜 真是做不出来的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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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背三天我就感觉做不出来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好没事没事没事 清华团灭了 而保应线实验初衷仍然非常厉害 这些人就派来疑呗 哈哈哈哈 好QQ系原生营养助力最强大脑 我们祝贺选手黄敏锐 王雨萱挑战成功 雨萱终于出来了 是我这次比前两场小英一万倍 哈哈 我前两场的时候觉得反正 只要不是最后两名就无所谓 但是比完第二场然后路上遇到嘉宾 我也没有脸抬头看他们 就觉得前两场很让他们失望 所有人都希望我能赢 那这一会儿我就必须得赢 我很讨厌让别人失望 敏锐 其实这一场就这个项目 是我认为我可能 最有可能被淘汰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背单间就是常俊硕 杨英豪王兴然 葛文婷他们的帮助 我连背单区域的题 我都做不出来 然后我从他们这边就学习到一些方法 然后也成功地做出了 背单间的两道题目 很无私 对 那个房间我们也都看 这是英豪头一个 好像发现里头一些个诀窍 然后大伙一块沟通 那你说英豪 对了我晋级了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对 有抢者的自尊 常俊硕 这会儿你来到了第三 你感觉是 我感觉首先对第一名和第二名 我的好朋友们 黄梅锐和汪宇轩表示祝贺吧 然后我也在背单间里 相当于把我的思路分享给了他们 然后也算是有所成就 常俊硕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他们这个方法其实帮了我很多 我在比赛过程中 其实真的是非常感谢常俊硕 看这个项目就是第一次感觉到 那个背站间的气氛让我很打动我 就是大家面对一个应该是今天最难的题 很快集思广义 然后讨论率先想到方法的朋友 毫无保留 然后分享给其他的人 进到这个赛段 因为大家都是各自为战 争取直通的名额也好 避免自己被遗憾淘汰也好 往往会有一些比赛的心理上的变化 但是今天在最后一场比赛 又看到了我们这些最强大脑们 团结在一起 一起攻克一个单人很难攻克的问题 这也是科学的精神 这个比谁晋级了 谁还要再比下去 可能还要重要一些 游教授 三场比赛结束了 符合你的预期吗 应该说有一些意外之处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事实上我们比赛才进入到中段 但是实际上 已经有一些选手 是经历了相当多比赛的 比如说呢 常俊硕 王雨萱 尹家辉 这三位选手 已经参加了十一场比赛 好好好 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们第八季 获得脑王的朱辉宇 一共参加了十四场比赛 第九季 白雨萱 一共参加了十一场比赛 我们其实还没有做到 所以可以说呢 你们已经经受了很大的考验 当然这里我也特别地 要提一下尹家辉 因为他分辨颜色 是有一些障碍的 我其实色盲 其实当时是第一番 就是感觉自己要被淘汰 真的 我好奇的是 你怎么坚持下来 因为节目组 其实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 就是写满颜色的那个题目 就是它上面写满了字 每个字 对 它每个字其实都 首先 其实还想对备战间的朋友们 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 当时觉得自己要淘汰了 就第一反应 其实感觉自己就变得 有点功利起来了 就其实可能 自己也有一些就是 自己也有一些小的方法 但是 也没有想让去跟他分享 其实感觉挺对不起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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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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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小颖 那么祝贺你们两位 取得了上位区的席位 来 请入座 上位区 你们两位都是第一次来到最强大脑的舞台 购物关斩六将走到今天 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对上一场表现没表现好 后悔吗 就是 这分两个情况来回答 一方面挺后悔的 因为我看见别人 在备战间的题 都做了三十多分钟 我二十分钟都做完了 我感觉就有点骄傲自大 感觉很可能能前两名 这也是个教训 教训不能骄傲自大 掌声鼓励一下 好 然后第二点不后悔 这是因为 我是从第一季 也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 开始看最强大脑 但是今天居然能够参与其中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的荣幸和开心的 嗯 我也不知道说啥了 不用紧张 之后我也很有可能就是 就专心于科研工作了 但是 但是专心于科研工作之后 如果将来科研工作功成名就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哎呀 好 好 就是给我来到最强大脑的舞台 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更多的 其实是对于自己本身的一个考验 都是一个在跟自己比拼的过程 自己能在比备战间的时候 更好一点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或者突破吧 我觉得就心满意足了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来过 谢谢 拜拜 加油 加油 不让你们拿大脑啊 梁凯康 梁凯康已完成扩打 第九名梁凯康 其实最强大脑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节目 这一次来最大的收获可能更多的是友谊 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进 第七名申武捷 申武捷作达成功 我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能看得开的 尽自己的所能也发挥到极致了 好 我们现在的极限日维赛呢 已经经过了三场了 我们来看看上位区的情况 已经有七个席位名单落定了 他们分别是 石明星 苏畅 楼开源 朱慧宇 白宇鹏 黄明睿 王明睿 王雨宣 现在还有一位 虚位一带 你了 太不好说了 要干了 从目前为止 他只有一个席位了 下一场 我还是会稍微激进的往前走 争取做上上位区 还是要全力以赴 争取那个最后一个上位的机会 就算只有1%的信心 那我也会鼓足全力去争取拿1%的资格 谁是那个幸运者 关于这一切答案 我们下一期节目 一并揭晓 原生营养QQ星提醒您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 精彩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儿童牛奶大品牌 原生营养QQ星独家冠名播出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 精彩继续 和QQ星参加全民脑力PK赛 扫码即可参加 瓜分百万奖持 脑力能变现 感谢原生营养QQ星 被第四橄榄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第四场上位区提格赛 11位选手拔得头筹的 可以进入到上位区 最后一位选手 直接淘汰 这比方应该打成这样了 哎呀 啊 着急了 有点危险 有点着急 哎呀 哎呀也不对啊 这还不应该吧 等会 还急了 基本是没有机会了 来微博 关注并 最强的